华联县政府在大礼堂举办了 华联县居家托育服务中心智慧平台展示记者会 县长徐正卫、社会处长陈江富 还有台湾公寓社会实践协会秘书长蔡美艳 及新宝贝品牌研发经理黄秋胡道厂 展示了三大主题 托育媒合、托育绑定还有家职服务 要打造智慧托育平台 贴近托育人员和家长提供更便利的托育服务 现在许中有特别为托育家长打造智慧托育平台 28号也在华联县政府大礼堂召开记者会 利用托育媒合APP一键寻找保姆 保姆也可以透过智慧平台来行销自己 家长与保姆签订企业达成托育绑定 进入智慧平台加持服务 电子化联络部记录幼儿学习成长的便利 家长轻松查询幼儿饮食 游测情况还有发展筛检功能 掌握孩子们发展的黄金时刻 儿童孩子就是未来国家的主人公 而现在的国家政策是 孩子出生就有国家养 所以无论是我们的准公共体系里面 或者是我们的托育津贴 从亲人来托育的部分 来带我们自己的孩子有津贴 有托育津贴 而在我们保姆里面 也有我们的公共津贴 所以在这里 欢迎县政府一个月 在我们的亲职托育津贴里面 大概有3400多人在使用 一个月我们要3400多人 在保姆的部分 我想现在目前花莲 有323位保姆在线上 我们也透过慈祭 来为花莲来培育更多的保姆的能量 提供有正道的保姆之后 再转介到我们这个APP的平台 新宝贝的平台 希望让我们的这个 正在孕期中的这个爸爸妈妈 就可以为他的子女 从0到2岁可以做一些计划 还有可以在平台上 可以找到适与他的地点 以及我们的服务的保姆 现在许多人表示 花莲新政府构筑安心 放心的托育网络 提供优质温馨的托育环境 让年轻人能够安心放心 无后顾的投入工作 生活工作能够兼顾 另外也积极布建公共托育资源 现阶段 现在由北到南 设置了花莲市公共托育家园 凤林公共托育家园 以及玉里公共托育家园 另外还有预计在今年9月 启用的花莲新城公共托育中心 一起帮他家庭照顾 应用而的责任 达造移居永续幸福花莲的愿景 记得继续换收到 下期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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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期再见